11月26号,央行对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码及经营收款码的相关新规冲上热搜 对于此举的意义,经济学专家表示 新规的出台将及时规避商家逃税、洗钱的行为 也避免消费者深陷新型的金融诈骗 能够跟人说把这个款项就打到我个人的这个账户上 这里面就可能涉及比方说比如洗钱 除了我们说的这种财块规则不是非常规范的商户以外 其实现在还针对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就是说利用这个个人静态收款码 所谓静态收款码它可以进行截屏然后传播给别人 包括咱们说的自建的一些平台赌博平台 甚至是有一些有诈骗性质的平台 还包括有一些利用自媒体来进行割韭菜 让你去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证券投资买卖等等 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对消费者的风险是更大的 因此我觉得这个出台应该说还是非常及时的 专家表示随着吸星支付方式的流行 很多消费者在用收款码支付时 对于个人收款码和营业收款码可能分辨不清 后期即使能分清也不会在意其中的区别 他建议有关部门也应出台举措 鼓励消费者在支付时扫码到企业账户 收款码这一个方面它实际上可能也要进行一个 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市场的结合 就是一个双向的这种对接 要彻底的在这一个方面做好规范 除了处罚以外 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意见 和对于这个大众消费市场的一些这种驱动的 这种新的条款出来 我认为就像就像以前我说的那个 刮奖发票一样 就是它还是要有更多的这种实际性的驱动出来